上帝正在做特别的事情 就是透过这个视讯 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还是一样照样的 照常的聚会聚集在上帝面前 是的 上帝没有忘记我们 那今天呢 我特别要讲 上帝怎么没有忘记我们 那现在疫情这么的严重 那COVID-19 这个有人还问说 这个是不是世界末日 的确彼得前书四章七节 他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受 谨慎祷告 谨慎祷告 万物的结局尽了 真的 所有的事情 都要到了一个尽头 这世界不会一直的 好像无止尽的一直的下去 终有一天 这个世界一定会结束呢 照着圣经所说的 从耶稣降世的那一天 就已经进入了末世 所以末世 已经到现在已经两千年 今天已经到了末世的 最后的一个点了 最后一个点了 那弟兄姐妹 那你可以看见 圣经里面 门徒也问耶稣说 你德国降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耶稣告诉我们说 告诉他们说 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日子 但是那日子 那时程 是有一些的征兆 那这些征兆是什么呢 就是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各处要有地震 饥荒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瘟疫 弟兄姐妹 这COVID-19 这个我虽然我年纪没有多大 但是也已经有六十几岁 我从小到现在 我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瘟疫能够影响全世界 像这个COVID-19 这个新冠肺炎 那你看台湾就在这八天的当中 已经有几千个人 几千个人被感染 几千个人被感染 已经有几个人已经过世了 那你看整个世界呢 我们看见整个世界 一共有一亿六千六百多万 就是一年多的事情 从去年的年初一月 一直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有一亿六千多万的人 感染这个病毒 并且有344万的人 就因这个病毒而过世 而逝去他们的生命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末世的现象 那当然弟兄姐妹 答案你知我知 每一个人都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站在门口 在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 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22章的最后的最后倒数第二节 最后一节就是一个回应 那这一节圣经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22章20节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祢来 我必快来 I am coming swimming I am coming swimming 就是我已经 这个耶稣说 耶稣就是已经快要来了 耶稣已经快要来 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再来 更渴望祂再来 是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主耶稣要来看这 耶稣说当你看见万国的状况 看见天象改变的时候 你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就在门口 我就在门口 就是说再下一步 耶稣就要回来 那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来迎接 最后耶稣的再来 耶稣不断不断的说 祂要再来 整个新约有三百多处的地方 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 耶稣基督三百多处 讲耶稣基督要再来 那圣经所有的应许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已经实现了 只有剩下百分之一就是这样 耶稣最后要回来的这一段预言 还没有实现 那弟兄姐妹 这些事情也逐渐逐渐的 在实现的当中 地震会越来越厉害 海啸会越来越厉害 征战会越来越多 然后你会看见 你会看见 瘟疫也会越来越厉害 在我们的周遭 在我们的周遭 那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 我们不是害怕 我们乃是昂首挺胸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得数的日子近了 但是弟兄姐妹 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 24章25章 用两章的圣经 用九个比喻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自己 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你要惊喜 因为时候已经到了 已经时候到了 我们来看这个彼得 彼得的前书第四章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第八节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弟兄姐妹 所以这一段圣经 我觉得 当然圣经里面讲到 怎么样预备很多地方讲 但是彼得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讲到的非常非常要紧的 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他说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这个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其实是来形容祷告的 这时候你要用一个清楚清明的头脑 一个冷静戒备的态度来祷告 来祷告 弟兄姐妹感谢主 不是要看环境 而是你非常冷静 你看什么你才能够冷静 你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你看见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见 最终上帝要得到的是他的荣耀 他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 他的名要被万民来遵从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说 末世会有一个很大的父亲 会临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当苦难达到顶点的时候 这个最大的收割 也要达到最高的顶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为这件事情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要祷告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RPG 神借着杨道诺牧师 差遣他来到我们中间 一次两次 弟兄姐妹这一次 他说我最后一次来了 那其实他说 这个他的同工都不赞成 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来台湾 你知道他来到台湾 他需要被前面两个月 两个礼拜是什么自主管理 什么最后一个礼拜 还要怎么样 反正要三个礼拜不能够出门 不能出门 他付出极大的代价 极大的代价 弟兄姐妹他来做什么 他说主告诉他说 要告诉台湾的教会 要告诉台湾的教会 要警醒耶稣 耶稣说他已经要 他要这样 I will come in soon I will come in soon 就是他一直强调一直强调 耶稣所说的那句话 说我将要我即将要来到 我即将要来到 他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状况呢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耶稣基督的再来 弟兄姐妹他说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RPG就是祷告复兴小主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两个人三个人 我们两个人三个人 奉主耶稣的名聚集 我们这奉主耶稣的祷告 我们就看见奇妙的事就临到我们的身上 亲恩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的头脑是清楚的 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好像搞得人心惶惶 弟兄姐妹真的 我们只要做好防疫的工作就行了 把你每一次你出门口罩要戴好 你出门你触摸的 你触摸到别的地方 记得把你的手一定洗干净 洗干净用很多的方法用肥皂好好的洗 要洗20秒钟才可以 然后或者是你用一些酒精也可以或怎么样 一定要把你的手弄清洁 你保护好你自己 其他的事情交托给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被创造的 我们不是为了防疫来被创造的 弟兄姐妹感谢主 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在祂的面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用清楚的头脑 冷静的戒备 我们一起来祷告 借着RPG在上帝的面前 弟兄姐妹第八节 她说你们要在最要紧 在最后的世代要做什么呢 最要紧的是什么 他们说什么 彼此要怎么样 切始相爱 跟我讲一次 彼此要切始相爱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彼此切始相爱 像现在我们连见面都见不到 我们怎么样彼此切始相爱 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你为我祷告 我为你祷告 弟兄姐妹 你有难处吗 有没有难处 每一个人都有难处 你有需要吗 有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我们怎么样 我为你的需要祷告 为你的难处祷告 弟兄姐妹 因为这就是彼此切始的相爱 为什么 你别小看 你的祷告会发生事情的 阿们 你的祷告会发生事情的 亚各书里面特别讲到 他说特别讲到以利亚 他说他祷告三年零六个月 宇宙没有 宇宙不降下来 他又祷告 宇宙降下来 他说这个以利亚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以利亚多少 他以利亚的是 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哇 弟兄姐妹 但是他特别讲到一件事 他说义人所发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 跟我讲一次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你就是义人不是吗 你就是义人是吗 魔鬼常常都要削减我们的 我们的权柄的地位 弟兄姐妹 什么都不能够离 叫我们以基督的爱割绝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 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相爱 然后彼此的服侍 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RPG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神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祂来到我们中间 疫情都还没有爆发 他本来想说 这一次他从台北一直到高雄 他在每一个城市里面 他就召集这个城市 他说我这一次我不像谁讲 我就是像牧师讲道 我就是像教会的领袖讲道 我要讲 结果他才走到桃园 疫情就爆发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透过视讯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听见他的信息 我特别把他的 把他所放的一段一段的那个影片 因为我们直播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在 放上来给你们看 但是我们已经放在每一个 这个我们的群组里面 你就可以看见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个世代真的是 已经到了一个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世代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也不用去追究 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 什么的问题 弟兄姐妹那都没有用的 我们只有做一件事情 好好的来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地上三两个人在地上聚集 当我们在一起奉耶稣基督们祷告 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怎么样 就捆绑 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 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 你有没有需要从天上释放 很多的恩惠跟祝福 需不需要 当然需要 是不是 你需不需要捆绑这些病毒 捆绑这些错误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有许多的东西要捆绑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那个什么 疫苗 是不是 弟兄姐妹不要怪这个政府没有买到 还是怎样 什么问题 弟兄姐妹祷告 祷告 说上帝我们需要疫苗 上帝就会给我们的政府 他们智慧聪明 他们就会帮我们买来 阿们 而且不需要很排长龙去打 很容易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得到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 祷告就可以 阿们 跟我讲一次 祷告就可以 弟兄姐妹感谢主 不是祢祷告 我祷告而已 是我们一起祷告 这边就告诉我们 谨慎自首 谨慎地来祷告 彼此切实相爱 彼此服侍 用什么方法 阿们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软弱 我们非常的有限 但是今天弟兄姐妹 你知道圣经里面 不断的告诉我们美好的事 就在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在《立王记》下第四章 记载了一段故事 有一个门徒的妻子 她哀求以利撒 以利撒是当时的先知 是以利亚传递的先知 她说你的仆人她丈夫死了 那怎么办 然后现在她欠了这个债主 要来追债 以利撒就问她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她就问她一件事 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这个多讲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就是祷告 有问题就怎么样 就祷告 阿们 有问题就祷告 有问题就祷告 这就是神给我们基督徒 最伟大的一个器具 你不要说现在怎样怎样 环境怎样怎样 不用想这么多 祷告就可以 阿们 弟兄姐妹穿福音很难 祷告就可以 现在你们幸福小组 好像已经好像没有办法做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看见有一个小组 竟然在这个视讯上 继续的做幸福小组 弟兄姐妹感谢主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弟兄姐妹忧虑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用呢 完全没有用 这个英文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 Pray about everything 然后怎么样的 Worry about nothing 只有你为每一件事 祷告 就不会再有什么任何的 任何的Worry Worry是什么东西 就是忧虑 就是忧虑 亲爱弟兄姐妹感谢神 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 这个 我们再多的困难 也没有这个寡妇 所面对的困难 这么的大 是吗 弟兄姐妹她来到了 她就来到 我弟兄姐妹你看见 我们都看见我没有什么 所以我到神的面前去求什么 求上帝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但是弟兄姐妹 上帝要问你的问题是 你有什么 我有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弟兄姐妹不是 你看见 以利沙就不是马上就 你缺钱 给你钱 你缺这个 我给你这个 以利沙说你有什么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上帝就从你所有的 变成更丰盛 这是上帝的方法 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这个寡妇呢 她说我什么都没有 家里只剩下一瓶油 够不够 一瓶油够不够 当然不够 但是弟兄姐妹 当这一瓶油放在上帝的手中 就能够产生极伟大的事情 是吗 弟兄姐妹 那以利沙就告诉她说 你回去 你就去借 叫你这个儿子出去 把你邻居所有的器皿 你能够借多少器皿 就借多少器皿 借来 然后放在房间里面 然后你就把房间的门关起来 把你这瓶油的 你紧紧的这瓶油 倒出来 倒出来 弟兄姐妹 我的意思是说 从这一个故事 倒倒倒倒 没有想到这一瓶油 把所有的器皿 通通倒满了 最后 这个 这个寡妇跟她儿子讲说 再拿来 再拿器皿来 再拿瓶子来 还要再倒 她儿子说 没有 没有器皿 圣经告诉我们说 油就止住了 我不知道 你听见 这个故事 多么的有意义 多么的有趣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当我想到这一篇 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什么是RPG RPG就是这样 你有困难 怎么办呢 去借器皿 以利沙告诉她说怎么样 要多多的借 我想她们大概尽力的去借 那油一直倒倒什么时候就停了呢 就是所有的器皿都满了 就停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见 你的RPG 不是你跟这 你一个礼拜 跟这三个人祷告就好了 你每一天你都要有RPG 你每一天你都要跟 跟相同的人或不同的人 不断的RPG 这个RPG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的同伴说 我需要你的器皿 我需要你跟我一起 我需要跟你借你的器皿 借我一下 弟兄姐妹 就借15分钟 就借15分钟 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 你倒油在我身上 我倒油在你的器皿里面 你倒油在我的器皿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就会怎么样 就会满了油 我们就会满了油 弟兄姐妹 你知道那一天 这个寡部本来是最穷的 那一天他变成 油行的大老板了是不是 他全屋子里面 通通都是油 弟兄姐妹 是的 在之前 他的先生是一个侍奉神人 穷到穷到最后 甚至今就是 不知道是营养不良还是怎么样 那不知道怎样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上帝用这个方法 补还了他过去所失去 因为那时候 为什么会这么苦 因为亚哈王 因为亚哈王 在这个叶系别 在那个时候掌权 所以呢 就造成了 这个对上帝的仆人的二代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 那透过RPG 我们就看见了一步一步 我们就会不断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 这个 我们就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 哇 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当你把你的这一瓶油拿出来 当你把你的瓶子拿出来 当你的朋友也把 你的弟兄也把你的瓶子拿出来 我们彼此道有彼此道有 我们就会越来越丰富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请你别忘记 每一天你都要RPG 不是你有固定的RPG 你也可以有临时这个组合的 只要祷告 弟兄姐妹感谢神 这一个时刻 不就是祷告的时刻吗 不然你在家里要干什么 就看电视吗 在上网打电动玩具吗 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吗 你就是每一天没有事情做 这个烦得要命 就在家里做这些事情 不是的 起来祷告 为这个世代祷告 彼此的代求 我们就是 就是 这就是我们面对 面对漠视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弟兄姐妹 多多的接近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RPG就是复兴祷告 Revival Prayer Group 弟兄姐妹 这个Revival 就是让我们苏醒更生再生复活 在我们的家庭 个人小组教会国家 我们都需要不断不断的复兴 不是这样吗 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正是一个最好的时刻 我们没有机会到处跑 我们就在家里面 我们透过视讯 我们透过这个line的群组 我们可以一起的祷告 一起的祷告 弟兄姐妹感谢神 感谢神 这就是上帝 在这个时刻 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神借着他的仆人 来到我们中间 不断的告诉我们 他说 他应该已经回去了 他说我要回去了 他说现在 接下来是 你们要起来行动 他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起来行动 知道祷告跟起来祷告 是两件事情 就好像知道主耶稣再来 但是跟渴望主再来 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透过RPG 我们可以进入一个 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讲一下 设立天国防线 破除邪灵的瑕疵 跟我讲一次 设立天国防线 破除邪灵瑕疵 再跟我讲一次 设立天国防线 破除邪灵瑕疵 弟兄姐妹 天国的防线是什么呢 在于天上地下地土上的上空 让耶稣基督能够掌权 让耶稣基督的掌权 能够保护引导启示 转化这个地 这个就是让邪灵 无所遁形的一个防线 叫做天国的防线 弟兄姐妹 你知道仇敌用各样的方法 要挟制我们 要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不要认为都是人的问题 其实背后都是撒旦的作为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起来 在我们的家设立天国的防线 在我们的公司做事 做工作的地方设立天国的防线 在你所到的地方设立天国的防线 弟兄姐妹 怎么样设立天国的防线 其实没有做这个怎么样 就是圣经里面 一句非常伟大的一节圣经 在启示录12章11节 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胜过祂 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到 弟兄姐妹感谢主 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靠着耶稣的保血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们怕什么 我们就靠耶稣基督的保血 阿们 弟兄姐妹耶稣的保血 第一个 祂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弟兄姐妹耶稣的血不是只有这样 耶稣的保血带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大能 祂要透过祂的生命复活的大能 来遇过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能够胜过祂 是靠着什么 就靠着耶稣的保血 所以每一次我有上一个先制的课程 那弟兄姐妹我的老师 就不断不断每一次要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 好奇怪 这个就为我们祷告就好了 为什么要认罪悔改 他就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拦阻神祝福的因素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们有看得见看不见的罪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罪 还有别人的罪 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用认同性的悔改 在上帝的面前 透过耶稣的保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叫我们跟神中间 没有任何的拦阻 叫仇敌在我们身上 没有任何的位置 弟兄姐妹感谢主 透过高原来学 另外一个是什么 所见证的道 弟兄姐妹这个道就是上帝的话 见证上帝的话 就是不断的诉说神的话 把神的话说出来 说出来 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 而且要读出来 宣告出来 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弟兄姐妹就讲 就不断的讲 不断的讲 上帝要感谢你 感谢你 你施恩眷顾我们 你的心意就是施恩的意念 不是降载祸的意念 你就不断不断的宣告 这就是你所见证 所见证是什么 所以说出来 弟兄姐妹在RPG里面很重要 不是我们聊天 不是我们只有人聊天 我们要一起用上帝的话 用上帝的话 不断的宣告 不断的宣告 哇 弟兄姐妹 你如果看见 仇敌就会崩溃 为什么 当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天国的界限就设立出来 在你的家 有没有天国的界限 在你的小组里面 有没有天国的界限 在你的幸福小组 有没有天国的界限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没有天国的界限 在桃园这个城市 有没有天国的界限 弟兄姐妹透过RPG 我们可以进入非常奇妙的领域的里面 弟兄姐妹看见没有 这些人都是教会的牧者 他们在一起做什么 他们不是只有自己的教会 他们还跟别的教会的牧者一起 现在牧师也跟另外三个教会的牧师 我们也有RPG 师母跟另外三个教会的师母 他们也在RPG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只有你自己小组的人 你要跟你其他不同小组的人 可不可以RPG 也是需要 不同小区的人也要一起RPG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每一个礼拜你至少要有一次 是跨小组的 跨小区的RPG 弟兄姐妹每一天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你一定要进入RPG的里面 阿们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太需要了 因为仇敌是不会睡觉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神借着羊道牧师 他已经75岁了 这么辛苦跑来 要关三个礼拜 弟兄姐妹换讲 你要不要 你愿不愿意 为这主的缘故 你愿不愿意去被怪三个礼拜 你愿不愿意 弟兄姐妹有一个人肯这样来 我们要把这件事当做很重要的事情 上帝借着他对我们说了很重要的事情 弟兄姐妹他还说一些 他说今天你所看见的 还不是真正的问题 他说台湾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在神的面前 透过什么 透过RPG 他说现在没有别的拯救的办法就是RPG 路在哪里就是RPG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透过RPG 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末后的世代 末后的世代 弟兄姐妹们怎么做 Just do it Just stop 我不知道你现在开始了没有 如果你只有一个RPG 你现在你家里就要有一个RPG 那个RPG不是 那种说我先生还没有信主 没有信主也可以一起RPG 你就为他祝福啊 就为他祝福 不是只有跟基督徒才可以RPG 跟没有信主的人 还那个幸福小组那些best 他们不会祷告 你说我们一起RPG 我们为你祷告 上帝要复兴你 弟兄姐妹就是这样 Just do it Just stop 跟我讲一次 Just do it Just do it 弟兄姐妹 Just do it 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 弟兄姐妹 就这样做 就开始就好 开始就好 从主导文开始 你最 至少会吧 主导文最好会吧 你看 昆宏也不断的在 在祷告的 祷告文 不断不断的剖 就用这些东西 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祷告就可以 Just do it And just start 你就开始 就是很不一样 弟兄姐妹 PRG会带来五个神迹 带来五个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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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的神迹 祷告的神迹 灵寿的神迹 事奉的神迹 还有丰收的神迹 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 最后一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就要结束 但以理书11章32节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弟兄姐妹 但以理看见最后的世代 混乱到一个地步 但是弟兄姐妹 在那一段的叙述里面 最后她说了一句话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都是认识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认识神的子民 我们要起来祷告 为这个世代起来祷告 堵住台湾的破口 不要让仇敌攻破台湾 让台湾陷落到一个 不能够挽回的地步 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的神掌管着一切 掌管着一切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恩在祢面前 谢谢祢 我为所有在 在网络上面 在直播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为他们祷告祝福 亲爱的祢 感谢祢 让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就是主啊 末后的世代 主啊 祢告诉我们 透过彼得前书 祢告诉我们 主啊 主啊 这个世界的结局进了 主啊 主啊 已经进了 已经结束 这个世界已经结束 就在我们好像在我们手边一样 所以我们要紧醒的祷告 我们要紧醒的 用紧醒来祷告 我们要用清楚的头脑来祷告 主啊 感谢祢 我们要彼此的 彼此切实的相爱 透过RPG彼此切实的相爱 彼此互相的代求 主啊 求祢恩待祝福 主啊 感谢祢 我只有一小朋友 但是我这一朋友 可以跟别人分享 我会满足满意 别人也可以满意 谢谢主 但愿绝束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 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一直到永远 Amen Amen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 上帝赐福给你 这个影片如果你还没有看 请你进入我们的交流园地 你就可以看到那一个短片 上帝与你同在 主保守看过我们 继续为教会祷告 继续的支持教会 弟兄姐妹 你的奉献非常要紧 让我们继续的走 往前面走 弟兄姐妹感谢主 美好的事要发生在 你我们身上 Amen Amen 感谢主 祝你能在 谢谢